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围绕着整个大丘广域市的关于一些宗教文化 历史文明以及现代文明的一些文化主题的这样的一趟旅程探访 所以呢 其实啊 今天就是围绕着关于整个的中区的这样的一个桂山圣堂 以它为中心呢 在向四周散开 当然呢 先是要了解一些关于在大丘地区 天主教教会的这样一个确立的历史 同时呢 在了解的历史文化之后呢 我们便会去前往这个药令市的一个韩音药的博物馆 去了解一下关于韩国的这个韩音药的历史发展 以及它的药令市的一个历史演变的进程 那么在我们了解了关于宗教和整个的药令市文化以后呢 便会去前往到这个北城路 其实北城路啊 相对于东城路啊 它是一个比较具有对比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我们知道东城路是现在整个大丘市的一个经济啊 或者说是时尚文化的一个中心地了 那么其实当时北城路啊也是这样的一个存在 在北城路啊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非常多的日治时期啊 以及整个近现代的工业发展的一个历史的遗迹 那么在了解完这个北城路的这样的一个近代胡同的历史以后呢 我们呀便会去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也就是也就是整个的岭南第一关 关于岭南第一关呢 其实啊它是让我们可以了解到更早的关于大丘诚意的一些历史 在了解完整个的大丘历史文化之后呢 我们便会去进行我们的午餐活动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一天岛关于大丘的宗教文化 历史文化以及它的近现代的一些胡同文化的一次探访旅程了 那让我们就赶快展开今天的旅程吧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今天旅行的第一站圣母堂 圣母堂呢其实是整个天主教大丘总教区的一处朝圣的圣堂 也就是我们身后所建的这一座圣堂了 其实它的位置呢是位于韩国的大丘广域市南山洞 在这里呢其实会主要是进行一些关于天主教的弥撒活动 这里呢也是一些信徒们经常来踏访的一个圣地 我身后所建的这个洞穴呢其实啊是整个的这个天主教 大丘总教区的首任的教区长安世华主教 在来到大丘之后呢在这里要仿照自己的祖国 法国的卢尔德的圣母所在的一个洞穴 要按照他的这个模型完全整个仿照他这个洞穴 然后在这里建造一个一模一样的洞穴来献给圣母玛利亚 也就是我们身后所建到的这个洞穴 整个这个洞穴呢其实是和法国的卢尔德圣母所在那个洞穴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肉眼可见是从整个的右侧伸入到内部以后啊 打了这样的一个洞穴 然后呢是利用这个比较坚硬的花岗岩作为基础 将圣母玛利亚像侍奉在里面 也可以看到前面也有一个这样的雕塑 是一个信徒虔诚的在向圣母玛利亚祷告 并且呢最近啊是正值着圣诞节这个节庆 所以呢在里面也装饰着非常多有关圣诞节的装饰 非常久节日的气氛 而且我们可以看整个的这个洞穴啊 外部的整个的砖墙也是非常的有风格的 在整个的节奏的构造上啊是采用黑色的砖碗 然后其他的面呢都是用红色的砖来填满的 这个洞穴啊可以说是完全和这个法国的卢尔德洞穴一模一样 这个也是这个大丘的总教区 这个安世华主教的他的一个愿望 我们可以抬头向上望啊 整个建筑的这个最上边刻印着一些符号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前面的这个1911呢 它是也是有着自己的含义的 其实1911呢是象征着整个天主教的大丘 地区的这个主教堂在这里确立的这样的一个年份 然后中间的那一串文字呢 其实啊它是拉丁语 它的意义呢就是圣母无染原罪的意义 也是非常具有这个宗教的含义 再往后看啊后边这个写着1918 这个1918啊其实它也是一个年份 它呢就是这个圣母堂所建成的这个年份了 整个圣母堂呢修建其实花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从1917年开始一直到1918年最终落成 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再往这边看啊 这个区域呢其实也是整个信徒们进行 彼下祷告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就是也就是在今年的这个高考时节啊 有非常多的这些信奉天主教的信徒们来到这里 为自己的考生子里进行一个祈愿 然后也会在这里啊点上一个彩色的蜡烛放在这里 对圣母玛利亚进行一个祈愿 其实啊从2014年开始 这个圣母堂呢就作为天主教的大丘总教区的一个标志建筑 在这里就形成了 同时呢在这里啊不光是有这个圣母堂 整个的广场也是非常的大的 可以容纳非常多的信徒来这里进行一个迷下 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广场的周围啊 也是有这样的岩石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一个的石头上面啊 都刻画着耶稣受难时的一个铜板雕画 我们可以走近看一下 头上带着荆棘的这样的一个花环 然后扛着十字架在前行的一个耶稣的铜板雕刻画 在整个的这个圣母堂围绕着它的这个 布道上全部都是这样的岩石 当然呢我们说圣母堂啊 其实是它非常具有天主教的这样的一个宗教色彩 不光是有非常多的信徒来这里进行一个迷下 分治它来 同时呢也是在这里会举行非常多的 有关于天主教的一些庆典仪式活动 以及一些关于宗教的仪式 同时呢也是非常多的外来的游客呀 以及甚至是国外的游客来这里 怀抱着一个好奇心来圣母堂进行游览 也是有非常多的游客会进行这样的选择 当然呢会在关于这个 总教区的一些教主啊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使徒啊 对他们进行一个庆典 或者是欢迎仪式的话 也是都会选择在圣母堂进行举办的 所以圣母堂啊在这个天主教的宗教的 这样的一个宗教的教义上 非常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大丘广玉市的中驱桂山东 也坐落着一座非常美丽的 具有罗马式建筑风格的大教堂 就是我们身后所见的这座著名的贵山圣堂 说起贵山圣堂呢 它也是非常有这个历史渊源的 其实呀在1911年的时候 整个的这个天主教从朝鲜的教区分离出来之后呢 便形成了这个我们刚刚所见的 圣母堂为中心的天主教大丘 主教区以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座贵山圣堂 它呢就是整个的天主教主教座的一个大圣堂了 我们现在眼前所见的这座贵山圣堂啊 其实并不是它当初初见识的模样 那么现在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贵山圣堂的历史了 其实早在1886年的时候啊 在整个大丘地区进行宣教活动的一位神父 也就是罗伯特神父 它呢就历史要在大丘地区建造这样一座圣堂 所以呢它就在1899年的时候啊 选择在这个大丘的这个贵山洞这样的一个腹地建造这个圣堂 最初呢其实啊 这座圣堂是采取的韩国传统的木制的建筑结构 所以呢仅仅只有一年的时间啊 在一场大火中呢 整个贵山圣堂就已经完全覆灭了 那么之后呢 这个罗伯特教父啊 罗伯特神父啊 他习取了之前的教训以后呢 选择采用更加坚硬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结构 然后并且呢从法国啊 以及从香港啊 进口了非常多的这些坚硬的钢铁的建材 然后呢在这里啊 历史了整整三年 就建造了这样的一座贵山圣堂 也就是我们现在眼前所建到的这座圣堂的原型了 当然呢 再来到圣堂面前啊 这样的一座这个提示碑上 也为我们介绍了关于这个圣堂的历史 整个的这个建筑呢 其实啊我们可以看到 它虽然是罗马式的这样的一个教堂 但是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狼岩 以及它的彩色玻璃啊 明显的具有的一个哥特式的风格 所以呢这个建筑啊 也就是在这个既首尔和平壤的建筑建成的之外呢 它就是第三个具有哥特式风格的 罗马建筑的圣堂了 并且啊这个圣堂啊也是和我们中国人非常有渊源的 它呀其实啊它的设计师呢是法国人的一个一个法国神父 但是整个施工呢是由我们中国的工人进行一个施工建造的 所以呢也是非常推荐我们的中国游客朋友们来这里进行一个参观 我们可以看到整整个的这个建筑的线条是非常的明朗 然后呢采取的是一个非常上边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拉丁的十字架的造型 同时呢如果我们进入到内部啊也是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具有宗教的元素 而且它最具有特色的呢可以说的就是它的这个彩色的绘画的这个玻璃了 刚才介绍到啊整个圣堂呢是总共历时了三年建成的 所以它的进攻时间呢也就是1902年那么它呢也就成为了整个大丘地区啊 唯一的一座在1990年代所建成的而且完全完整的保留下来的这样一座历史的遗迹 其实啊在这里啊我们还可以亲身的进去 在这里也会举办日常的非常多的这样的礼拜活动 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 其实我可以看 整个圣堂的内部 它的装饰是十分别致的 并且它的建筑风格也是特别的 而且非常多的细节 可以展示它的一个独特的 歌特式的建筑风格之美 那么当然除了它具有 非常重大的历史的意义之外 它也具有非常大的宗教的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整个的大丘的贵山圣堂 它的建立也是标志着 在整个的大丘岭南地区 天主教会这样的一个宗教的确立 所以它在宗教意义上 也是具有非常深刻的 这样的一个含义的 接下来呢 我们便要来了解一下 关于韩国含义药的一些历史了 那么我身后呢 就是我们即将要到达的这一站了 就是整个的药力士韩医药博物馆 现在呢要穿过的这个石门啊 它的名字叫做布老门 其实呢我们知道啊 整个的这个韩医药啊 它也是可以追溯到 我们中国的这个中药学的 整个的这个韩医药博物馆 其实内部啊非常大 总共有整整的三层 在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关于整个的 韩医药的历史文化体验呀 以及整个药力士的形成啦 还有整个的韩医药的一些细节 我们都可以在里边体验到 看到前面这个大大的这个标志上面写着 中文的繁体字就是 药令市场韩医药博物馆 然后整个广场也是非常的广阔的 同时还可以看到身边非常多的 关于这个韩医药的这样的元素的造型 我们现在就进去吧 现在呢我们就是来到了这个 药令市的韩医药博物馆的三层了 其实整个三层呢就是关于这个 药令市以及韩医药发展的历史演变 这样的一个文化的空间 在这里呢其实入口处啊就有这样的一个 给我们进行一个观光案内的这样的一个仪器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的中文这个服务的话呢 会出现非常多的这个3D的演示 给我们展示了这个三层的展馆内 到底有什么文化区域 你看啊我们如果点这个三楼的话 整个的这个平面图就为我们展示了 在这一方向呢有这个韩医药的展示区 我们可以点击记录 在里面为我们介绍了非常多的韩医的一些植物啊 一些药材的一些说明 然后我们再看整个的另一个区域 药令市的历史文化展示区 为我们介绍了整个药令市的历史发展的过程 以及这个要点胡同的展示区 为我们介绍了整个药令市的 它一个长达300多米的这样的一个胡同里边啊 有着非常多的药材的商铺 以及整个药令市的过去和未来的展示 现在呢我们就前往到整个三层的这个展厅 进行一下观看吧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啊 用这个漫画的形式 为我们展示了当时历史的 也就是朝鲜时代这样的药令市的一个街边的场景 同时呢地上也有这样的体验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呀就是进行免药的这样的一个道具 我们再往前走呢 整个这一块区域啊就是介绍了关于大丘的药令市的历史发展 然后再往这边呢 整个啊就是一个大丘药令市的发展的年度表了 其实啊可以追溯到整个的1658年 也就是当时的朝鲜时代 最近啊已经具有了500多年的历史 然后再往前呢前面告诉我们大丘药令市的起源 它其实是有非常多的说法的 比如说大市说啊 中国朝贡说啊 日本进口说啊 以及大头法说啊 这些啊都是非常多的 这样的一个药令市诞生 最初诞生的这样的一个说明 我就拿这个中国朝贡说这一方面来说的话 在当时啊就是 在大丘其实有非常多的名贵的药材 在这里啊 由于这个天时地利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 朝鲜王朝啊会选择在大丘进行选拔这些比较优质的药材 然后朝贡到中国去 所以呢 也就是说在药令市进行这样的一个筛选工作 这个啊也是大丘药令市兴起的一种说明 然后图片上展示的都是当时真实的历史现状 这些布袋里边装的全都是比较精美的优质的汉黄药材 接下来我身后的这一块区域啊 其实是为大家展示了从1910年代 那一个年代的整个药点街区的景象 非常仿真我们可以看到啊 街边还有挂着这样的含义药材 包括上面的布袋啊也是写着中文的 青蒿啊 富子啊 桂皮啊 杜畜啊 这些都是非常著名的这个含义药材 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街边立着的这样的和我们这个中医 里边非常相像的这样质放这个药材的木箱 我们再往后继续看 也是有这样的药师在为这个生病的病人进行的问诊 似乎也是非常像我们中医里的这个旺文问器 它现在呢就是在把麦 然后在这样的土灶台上啊也有着这样的容器在煎药 这个应该是非常保真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妇人啊 在道台上进行的这个熬药的工作 这个区域呢可以看到有两个也是妇人啊 在进行的药材碾制 把整个的这个大的非常粗壮这样药材碾成这样比较细碎的形状 整个墙上陈列的也都是非常具有那个历史气息的这样的一些药材 其实啊说到药令氏的这样的历史的话呢 整个的大丘药令氏啊它是在朝鲜时代非常著名的这个三大药材市场之一了 在当时呢它其实啊不光是在整个韩国国内 同时啊在这里的药材也会伸向世界的各个地区 比如说就拿我们中国来说吧 还有日本呢以及比较近的一些欧洲啊 它都会通过这个大丘的药令氏传向世界的各个地方 当然呢在这里啊也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这样的药材的流通中心 可以看到整个这副墙上画着呢是不同的人种职种 他们穿着的衣服啊其实也是有区别的 比如说药室啊以及一般的一些药材的收集的人啊 以及关于药材的这样的一些官员阶级都会有不同的展示 再往这边看呢 其实啊这里啊陈列着非常多的关于这个当时的药令氏 一些使用过的一些历史的遗物 这种衬托啊以及古代的那种衬的把手啊 以及当时的药拨啊都是非常非常的具有历史的气息 接下来的这一块区域啊就是为我们展示了整个的寒衣药材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比如说一些可以进行这个用药的一些植物的根部啊 以及它们的筋部啊以及叶啊 都是可以用作药材的这些植物都会在这里展示 那么这里呢其实也有这样的透明的盒子 然后在里面呢放着这个药材 同时呢上边啊也有这样的开口 方便我们闻到整个药材的气味 所以呢在整个这个区域啊是充满了这个寒衣药材的香气的 哇这个就是我们见过的这个红花 其实在中国也是非常常见的 比如说红花啊柑橘啊 这个是新泥花 整个的这个展示的这样的一个灯台上里边啊 也是展示的关于呢这个可用的药材的标本 这个就是金银花了 这一部分区域花这一部分区域我们其实还是非常常见的 再往前看这一部分就是皮了 比如说整个的什么五家皮啊 荷花皮 三百皮 鱼百皮 这些都是比较著名的寒衣药材 当然也是我们中医里边常见的一些寒衣药材 再往前呢这一部分啊也是展示的一些 关于这个寒衣药材使用的器具 煎药的器具以及免药的器具 当然呢也会在这里呢我们介绍一些关于寒衣药的储用的方法 以及它煎药的方法 这个橱窗里介绍的就是朝鲜时代的这些官方的医药书籍了 肯定都是原本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书籍上面写的单都是我们古代的这个繁体的汉字 这边这一块区域呢非常有意思 我们知道在中医不管是在中医还是在寒衣里啊 一些动物的身体部位也是可以用作药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展台里啊就是关于一些鹿的 比如说鹿绒鹿角啊用作药的一些部位 这个很大的鹿角 这个是梅花鹿 这么大一个鹿绒 哇在这里呢也是有着非常多的比如说穿衫甲的这个甲壳 以及一些乌龟啊蛇啊 它们都是可以用作药用的也是非常有意思呢 来到了这个寒衣药博物馆的三层啊 在这里不光可以了解到关于药令市的历史 寒衣药发展的历史 同时也可以亲眼看到这样真实的可以用作鹿药的含衣药材 这里还展示着可以进行药用的这些动物的模型 现在呢是来到这个寒衣药博物馆的二层了 在二层呢我们可以体验到非常多的有关寒衣药的这样的互动体验 比如说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个五脏六腑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里是肺心脏肝脏胃大肠小肠以及膀胱整个的这样一个解剖模型 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这里的一些介绍啊 我们可以知道什么颜色对应着我们脏气的什么部位 然后吃什么样的颜色会补哪些部位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这样获取知识的一个区域 在这里啊也会进行一些科普知识 告诉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工作以及休息的它的时间表 五脏六腑时间表 我们来看一下上午的9点到11点吧 当然啊我是把整个的这个二层的区域看作是一个对我们人体了解进行科普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比如说我身后这样的两个人体模型的展示啊 以及墙后面为我们介绍的关于东方人和西方人的这个人体体质的不同 以及男生和女生这样体质的区别 这是什么呀五方色之调色选项 啊是这样在这里啊会根据这个我们的五行金木水火土 以及这些颜色黑色黄色青色白色以及红色进行这样的一个匹配 为我们介绍关于五行和五方调色的选项 当然呢不光可以了解到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五行啊 经络啊内脏啊以及身体体质啊 当然在这里也可以进行非常多的体验 比如说在这里啊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制作韩方的香皂啊 以及制作韩方药材的口红啊胭脂啊这些非常多的体验项目 同时啊在这里还可以进行一个韩方的足域体验也是非常值得的 接下来来到二层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 其实啊它就是非常方便我们游客进行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些啊韩医药博物馆的这样的一些介绍 啊有了这样介绍啊其实大家浏览非常的方便 这里边为我们介绍的一些参观的指南 以及它进行的一些活动啊举办的一些庆典仪式的照片 同时呢会为我们介绍你如何进行参观游览 整个呢是从三楼一直到二楼所有的介绍都是有的 而且都是我们中文的这样翻译版本 其实啊再往前整个的这这样的一个区域呢都是一些可以进行亲身体验的区域 比如说我们可以换上当时的这个啊传统的韩医药的这些你药师 以及男药师的这样的服装进行的一个啊服装体验 以及呢在这里啊也可以进行独育体验 大家都知道这个用韩医药材泡脚啊其实是非常舒适 也对我们身体非常有益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比如说我手边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就是进行泡脚的一个区域 大家可以看到里边有泡脚筒还有椅子 同时呢在里边放上热水以后 然后放上了韩医药材就可以进行这个卓液泡脚了 当然呢在这个空间啊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韩医药材 比如说非常著名的这些红身 以及一些可以使用的一些药材的贩卖的这样一个区域 当然呢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啊 在冬天进行卓液 或者是啊用这个韩医药材进行这个卓液体验啊 是对我们比如说神经衰弱啊以及失眠啊 这些症状都是可以改善的 所以呢来这里啊不光是可以体验这样的卓液项目 同时呢也可以用这个韩医药材啊进行非常多的体验项目 就比如说用韩医药材制作香皂啊韩医药材制作口红 而这些啊都是对我们爱美的女孩子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项目 所以呢如果要来到这个药律室的话 一定要来到这个药律室的韩医药博物馆 进行这样的一些体验项目的一些体验 会对你的旅程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时呢也要前往三层这样的一个历史区域 进行一些传统历史文化的了解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我们出了邀令市的韩医药博物馆之后啊 在它的对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这里呢就是韩国的比较传统的茶馆了 这家茶馆的名字叫茶香 我们现在啊就进去去品一品这个茶 到底有多香吧 因为是伴随着这个药律室的这个开发 在这里建成的传统茶馆啊 其实整个的氛围啊都是非常具有韩国 韩屋的一些传统的气息的 其实这个传统茶馆啊也是伴随着大丘的中区的 这样一个都市再生的一个项目 在这里建成的这样的传统的茶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墙壁上啊也是写着 大丘中区近带路的旅行 其实呢也是围绕着这个胡同旅行来进行的一个项目 在这里呢不光可以体验到传统的韩国的一些茶 比如说什么大早茶啊极花茶双和茶呀 非常多的这些选择 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治愈的一个过程 在这里啊不光可以进行一个旅行 还可以进行一个品茶活动 同时呢对自己的身心以及灵魂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治愈 所以在这里啊就可以为大家介绍到关于不同体质的人 比如说什么太阳人啊太阴人少阴人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阳性和阴性的体质人 适合什么样的茶品 同时呢在整个的这个展架上啊也是展示了我们的这个 和我们一起关于佳耶的这个健康之路 以及非常多的这个关于大丘的胡同之旅的一些解释 所以呢来到这里啊不妨啊我们在参观完这个医药博物馆之后 就来这里来尝一杯这个大丘的传统的韩国的茶点吧 其实啊来到这个茶香这样的传统茶馆呢 不光我们可以体验到传统的美味的韩国茶 同时呢在它的二层啊也有这样的非常治愈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我们可以听到在整个音响里放出的就是 潺潺的流水声以及山间的鸟鸣声 在这样的环境中呢其实在这呃可以坐上这样的按摩椅 然后闭目养神 身心得到一个放松 同时按摩呀对你的身体也是一个非常的缓解我们压力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就非常推荐大家来到茶香来品一杯茶之后呢 上来二层来体验这样的一个治愈我们灵魂的体验项目呀 他怎么躺下来不包 然后呢他要干什么啊 他干什么啊 他把我的脚夹紧了 天呐 手是不是也可以放在这啊 还有 是这样的 他在里边充满了非常多的这样自动的一些机关和气囊 然后根据这个屏幕上显示的这样的一些穴位点位都可以进行一个按摩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下边啊 这两个穴位 然后以及对我的背部进行的一个按摩 哦 现在已经按摩到这个宽部了 哇 哇好舒服呀 现在再按摩脚底 我们现在呢就是来到了大丘广域市的北城路 这条胡同呢 这条胡同呢 其实就是北城路著名的工具胡同了 然后在街的两盘呀都淋漓着五金的商店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关于这些我们施工啊 或者是在建筑施工的工厂上可以非常容易见到的一些工具 其实呢如果不了解北城路的历史 如果你不了解大丘的历史的话 你可能对这条胡同非常的陌生 关于北城路工具胡同 这条胡同的诞生历史其实是这样的 在这个 在1947年以后啊 整个的韩国这个光风运动以后 然后驻扎在韩国的这些美军啊 他们都离开了以后啊 留在这里的一些工具呢 就是由一些韩国当地的五金商人 聚集在北城路这条街进行的一个售卖 所以呢在这里啊 也就开了非常多的这样的工具的店铺 虽然呢现在我们也知道 在这样的网络时代 网上购物已经非常方便了 但是还有很多的市民嘛 他们会选择来到这条古老的工具胡同 来选择购买一些五金工具 这呀就是这个北城路工具胡同的历史了 其实啊说起北城路的历史呢 相对于现在的东城路来说啊 北城路是在日治时期就已经开始兴起了一个商业的发展 在日治时期啊这里就曾经是大丘的一个商业中心 当然呢在这里除了我们眼前所见的这些工具胡同以外呢 还有非常著名的一些烤肉胡同 以及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治时期所留下来的一些传统建筑 因为当时呢这个北城路啊是作为商业的中心 在那里啊也有着非常多的 比如说百货商店 澡堂 以及餐厅 电影院 咖啡厅 茶房 这些非常非常具有这个商业气息的一些建筑 都会在这里有着存在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要前往去探访一下 在现在还留在北城路的原来历史模样的一些街区的样子 就以我身后的这个建筑为例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的砖码结构以及它的木质结构 都是非常具有传统的日式建筑的风格 其实啊就在这条胡同上啊 有非常多的类似的这种日式风格的建筑 刚刚经过的那一个呢 其实啊它就是一个通过这个原来的日式风格的建筑改造的一个咖啡厅 再往前走呢 其实可以看到手边的这种非常具有这个工业风格的这样的牌匾 所以说呢 在当时啊 在这里也有着非常多的工厂 那么现在呢 由于这个工厂工业区的搬移啊 也是有很多的商家在这里入住 将原来的工厂改造成了非常具有旧工业气息的咖啡厅 当然呢 虽然说在日治时期呢 回忆起来啊 对韩国来说也是一段非常屈辱的历史 但是屈辱的历史 终究它也是属于历史的 我们就要用这些历史来提醒我们自己 要我们反思历史 铭记历史 现在呀我们就是来到了这个岭南第一关 那么我身后这个纪念碑呢 也就是岭南第一关重建的纪念碑 关于岭南第一关这个建造这个历史呀 之后再为大家介绍 这个纪念碑呢 其实就是在它重建的时候 也就是1980年的时候 在这里进行的重建 然后在这里立下了这样的一个纪念碑 再往旁边看啊 旁边这两座石碑呢 也是非常具有历史的了 这一座有些许模糊的 看不清字迹的这一座碑呢 其实是这个大丘驿城的一座神碑 然后再往旁边呢 上面写着汉字啊 也就是我们的岭营柱城碑了 这两座碑啊 非常具有历史的纪念意义 那么接下来呢 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这个岭南第一关的建造的历史 在这个岭南第一关的下面 有这样的一个说明的文字 在这边啊 我们可以了解到 关于岭南第一关的建造历史了 其实啊 在当时就是 早在这个朝鲜时代的时候啊 整个的这个大丘驿城 就是在这个地方所建立的 那个时候啊 还是用这个 泥土堆积起来的一座土城 但是在之后的这个任城窝外时期呢 整个的这个窝匪就到达了这个大丘 把这个大丘驿城的土城啊 全部给破坏掉了 再往后的140年间呢 之后都没有在这里再进行重建 那么也就是在这个英祖十二年 也就是1732年的时候啊 在这里进行了一个采石 并且用这些石头啊 将原来的这个土城覆盖住 变成了一座石城 那么石城建成之后呢 也就是在这个石城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啊 开了四个门 那么在最东边呢 它开的东门 东门那边叫做镇东门 西边的这个西门呢 叫做达西门 北边的北门呢 叫做红北门 那么南边的南门呢 大家猜一下它叫什么名字 当然了 它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参观的这个岭南第一关 这个岭南第一关啊 其实啊它 我们把它想象做一个城门就是了 它就是整个的这个大丘 地城的这个南门 刚才介绍到啊 在这个土城建成之后呢 在四个地方都建立了这样的城门 之后呢 其实啊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时候啊 整个的这个土城城墙啊 以及这些四个门啊都被废除掉了 废除掉了之后呢 经历了非常长的时间呢 在1980年的时候呢 只是在这个地方 又重新建造了岭南第一关 这南门这一个门 那么现在呢 就随着我们的步伐一起去前往这个岭南第一关 这个城门上去看一下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风景吧 其实这里啊是到达的岭南第一关 已经进入了这个大门之后的里面的场景 现在的这个岭南第一关呢 是建造在大丘的忘忧公园的内部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身边这样的 朝鲜时代穿着的这样的军士 他们在守卫着整个的城门 我们现在就穿出这个城门之后 哇 可以看到房顶上的这些元素啊 也是画着非常具有中国风的这个蛟龙 还有整个的云图 其实来到这里啊 这里才是真正的这个岭南第一关的入口处 这个才是它的南门的正门 我们可以往上看呀 整个的这个城门是非常的雄伟壮阔 非常的高大 这个呢也是在重建的时候啊 也是比之前历史原型更加雄伟 建的更加壮阔 可以看到这个牌匾上写着岭南第一关 这样呢就有人 就给人一种身在中国的这样的错觉 然后再往上看 上边的那个牌匾上面写着 洛瑞楼 洛瑞楼这几个字呢也是非常讲究的 其实我们知道啊 整个韩国的这个洛东江 是流入到整个大丘的这个区域 所以这个洛呢 就是采用的洛东江的洛 这个瑞呢也就是有着一个 祈求祥瑞的这样的一个寓意 所以呢又把这座城楼啊叫做洛瑞楼 登上了我身后的石板台阶之后呢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岭南第一关子楼上了 来到楼上呢 其实入口出来可以看到 这有一个木制阶梯 其实可以直接通向我们上面 所提到的这个洛瑞楼 但是现在肯定是不能开放的 然后它就是一个封闭的状态 我们现在呢所这个可以浏览的区域呢 就是这一块 其实登上这个高地呢 整个的这个城门呀 我们可以十分 视野非常的广阔 从这边呀可以看到整个的 忘忧公园的风景 在那边呢就是有洛东江的风景了 其实在这个楼上呢 那最主要的是这样 还原的一个当时的大邱一城的模型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玻璃橱窗里面啊 展现的是大邱一城 就是整个的那个土墙围起来的中间一圈 就是当时的大邱一城 然后旁边呢也是几乎是三面环山 再往里呢 其实就可以看到正对着我们的这个一城的南门 上面就是岭南第一关了 然后可以看到分 分别是西边的有这个达西门 东边的震东门以及北边的这个龚北门 也是我们之前所了解到的 同时呢还可以看到非常多的 现在还在一直在保留着的一些历史遗迹 比如说今天我们所到达过的这个桂山圣堂啊 以及其他的一些大邱乡校啊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青上坚营啊 都是在整个的大邱一城范围内的 通过这个模型啊 我们也很能够很好的了解到这个大邱一城的历史 登上这个展望的这样的一个木制的台阶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眺望到对面的风景了 那就是到了愉快的午餐时间了 我们今天选择的这个吃午餐的这个餐厅呢 其实啊是距离我们的这个岭南第一关不远的 登村游园地附近的这样一家餐厅 这家餐厅呢其实啊真是带有来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室内的装潢啊 其实非常具有复古的气息 其实这家店呢已经开了有三十多年了 它呢就是被称为这个圆祖猪排的这样的一家店 这里呢就是一个炖的这样的一个猪排 在里边呢都是排骨 为大家展示一下 都是这样的非常诱人的这样的大排骨 然后呢同时啊我们知道在韩国饭店吃饭啊 当然有他们的这样的饭饮食的这样的移 比如说就是这样的小菜会非常的多 我眼前这个呢就是腌的这样的菠菜 然后呢这个是黄豆芽 这个呢就是我们非常常见的洋葱 当然呢还有著名到韩国的泡菜了 以及蒜 因为吃肉的时候大家都会就饭嘛 然后这个酱呢就是韩国比较著名的这个包的蘸酱 包肉的蘸酱 旁边呢也会给上这个篮子里的青菜 当然呢除了生菜之外 还有比较著名的韩国人非常喜欢的紫苏叶和这个青羊辣椒 当然呢不能忘记的就是我眼前的这一碗了 这一碗呢其实它是用这个黄豆芽熬制的青汤 它呢不是热的汤是冷的汤 是为了解这个炖排骨的辣味 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想替大家尝一下这个排骨的味道 颜色非常的好看 而且它家排骨呀 一个特色就是里边几乎看不到泡菜的样子 配菜的样子几乎全部都是肉 每一块都是大大的排骨 我要尝一口排骨了 嗯怎么讲呢 特别具有韩国的风味 其实吃到这个韩国炸鸡的时候啊 它外边也会裹着非常重的调料 其实这个排骨呢 具有这个一体同工之妙 它也是先把排骨炖好了之后 外边这一层酱呀辣酱 是那种甜辣口的 嗯 肉质也是非常的新鲜 一点都不老 非常的嫩 嗯 这个排骨一定非常下饭 一定要点一碗大米饭配上排骨吃 我们现在来尝一下 这个豆芽汤 嗯 非常的清甜爽口 这个豆芽汤啊 可谓可以说是跟这个排骨啊 真的是绝配了 所以大家如果来到大邱的话 来到这个东村永远地 一定不要这个忽略到路边 非常简陋的这样的小店 其实每一家小店都有它独特之处 一定要来到这家圆祖的排骨 排骨店 然后尝一下韩国的这样的一个豆排骨 我现在就要开展我的愉快的午餐时间了 我们下午见吧 吃过午餐后呢 我们选择了一家咖啡厅来这里度过一个美好的午后时光 那么这家咖啡厅呢 其实啊就是我们刚才吃完饭的那家炖排骨 那家店出来之后呢 通过了这个银日桥 跨过这座大桥之后呢 我们来到这个东村永远地 在东村永远地呢最著名的一家咖啡厅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家咖啡厅了 这家咖啡厅的名字呢叫做inspiration b 当然呢这是它的英语 中文其实翻译过来inspiration呢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灵感这一个词 那么我们点单的时候呢 其实服务员会给我们这样的一张卡片 其实啊这张卡片上面介绍的呢 就是关于这座咖啡厅 它的一层到三层的这样的一个建造的理念 它的一层呢叫做灵感的源泉 然后在一层呢包括是一个服务的 大厅以及我们的点餐台和那个取餐台 当然呢也有一些座位 同时呢在一层的室外呀也是有非常多的 在室外开放式的座位 我们可以在外边进行一个喝咖啡的一个活动 同时呢也可以在室内 当然呢这是一层 二层呢它的建设的这个灵感呢 其实是灵感的流动 关于二层呢其实要给大家说的非常特别的一点呢 它不光是有像一般咖啡厅这样的座位 它其实啊建造的更像是一个阶梯教室 或者说是呢是一个展演厅 就是那样呃成一个阶梯状的一个座位的形状 然后正好呢是面向着我们眼前的这个琴湖江 坐在二层的话我们就可以坐在那个高高的台阶上 用来俯视整个的琴湖江面还有江边的风景 是非常别致的一个空间 那么介绍完二层的这个灵感的流动之外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三层这样一个区域了 三层呢它其实啊是以这个灵感的吸收为主题 呃其实我觉得这里更像是一个艺术氛围的这样的一个熏陶的场所 呃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啊在三层整个的设计啊都是采取这种圆形的形状 比较圆润 呃而且呢同时啊在上面有非常多的 比如说CD机啊钢琴啊这样的音乐的元素在这里 在这里呢同同样视觉上都是我们肉眼可见的那种粉红色啊 霉红色啊都是呃非常暖暖的这样的一个色调 所以整体来说呢整个的它三层的这样的建筑理念啊 就是这样以这个灵感为主题 也是比较煞费了设计师的苦心 同时呢选择在东村游园地呀坐在这儿的话 嗯非常好的就能够看到我们对面这个晴湖江上的风景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啊还可以看到游客们会乘坐这个鸭子船 电动船或者是脚踏船 在湖面上啊自由的这个游荡啊浏览啊 或者说呢在夏天的时候也会看到非常多的骑行客 嗯同时呢有很多的市民嘛选择在这里进行一个周末交游 或者是一个呃午后的一个出行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去处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江边也有非常多的树木 嗯在这里进行一个休息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么再说回我今天点的饮品吧就是呃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一个美式冰美式 然后呢我也是选择了一个少女心的一个粉红色的马卡龙 这个呢就是我点的一杯草莓的呃汽水吧 太美了这个配色整个下边呢是草莓的果酱 然后中间呢就是汽水的部分 再往上呢还有草莓的颗粒 做的这么好看我都不忍心尝它了 把它搅拌起来 嗯 看见这些起泡它就是我的充电器啦我要用它来给我充充电 嗯 爽口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做一个关于今天的这趟旅程的结尾啦 今天呢我们首先是了解到了整个大丘的天主教的一个教会的发展 啊 当然呢我们是前往了这个天主教大丘的董教会 他的圣母堂去进行了一个参拜 在那里呢我们见到了这个特别是与这个法国的圣母像特别相似的一个洞窟 同时呢也去前往到了大丘非常著名的这个桂山圣堂 我们去看到了这个特别具有这个哥特式风格的罗马建筑 然后离开了桂山圣堂之后呢我们又去了解到了整个的关于大丘药令市的一个发展 以及呢呃前往到了这个药令市的韩医药博物馆 我觉得在博物馆大家一定获得了非常多的关于这个韩医药的历史呃 历史的遗迹一些遗产的呃观察 以及我们了解到了整个关于韩国的韩医药的这个能量 同时呢也体验到了非常多的关于韩医药的这个体验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前往到了这个非常好喝的一家传统的韩国茶馆 啊叫做多香啊叫做茶香 在茶香里呢我们喝到了非常传统的这个韩国的茶品 以及呢还在茶香的这个二楼啊体验到了呃非常具有这个治愈功能的这样的按摩椅的体验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又前往到了一个呃非常具有现代风格的一个胡同呢就是北成路了 在北成路呢我们在街边啊其实看到了非常多的关于日制时期留下来的建筑 同时呢也是在整个的这个北成路的工具胡同进行了一圈游览 离开了北成路之后呢我们便前往到了这个岭南第一关 在岭南第一关啊其实看到了整个非常雄伟的一个城门的建筑 同时呢我们还登上了城门眺望了整个的城市的风景 也了解到了这个大丘的一城的风光啊在历史上的风光 那么离开了这个岭南第一关之后呢我们便展开了愉快的这个午餐的时间 午餐呢也是尝到了韩国特举风味的这个炖排骨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今天的旅程道一声再见了 然后就要度过我们美好的下午时光了 也欢迎大家来到大丘游玩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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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